兄弟你的意思是你跟女朋友还是老婆分开好几年了 但是分开好几年了还是很想她 没有没有我我就是同小没有结果婚 就分手了呗 是跟女朋友分手了是吧 对对对对 分手她生过孩子吗 生过 就没领证没领证但是生孩子了 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没领证 没领证但是生了娃呗 嗯她跟她对对对 她跟你生孩子了是吗 没有没有 那她跟谁生了跟她前夫 对对对 那你是从来没结果 我是跟她然后相处了然后六年 嗯相处了六年 嗯 你怎么谈恋爱谈六年呢 谈了好久啊 她她她我问我问一下基本情况好吧 你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85年 还是从来没结过婚是吧 大哥 对 那她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她是83 83年 83年你们分手是哪一年分的手 这不是分手了一年多吗 分手了一年多 也就是去年去年分的手 她有几个孩子啊她和前夫 她就是一个姑娘 一个孩子一个姑娘 一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呃 扶养权在谁手上啊 不是她一个孩子一个一个女儿 一个女儿 扶养权在谁手上 我不知道 你们谈恋爱那几年的时间 这个女儿是 这六年 是她女儿天天跟她生活在一起吗 不是 她一直打工 她离婚了然后一直打工 在外面 哦 你现在年收了多少呀 我 嗯七八千块钱吧 一个月七八千 对对对 呃什么学历呀 嗯 我没从小没上过学 从小没上过学 小学都没有学过吗 对对对 小学没学过你 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字啊 不认识不认识真的 你别你别生气 别信不我啊 啊你不不不不笑话你 你等于从来没上过学 连小学都没上过吗 对对对 你等于是纯文 她也是 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文盲了呀 对 因为 文盲 那 那你怎么 那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大哥 我是做那个装卸工的 装卸工 体力活 嗯 嗯 对对对 你怎么从小连个学都没上呢 不太正常呀 你 你但凡你能小学毕业 你都不太可能 不认识字呀 哪怕你上个三四年级呢 对不对 真的真的 不是 真的真的 就真的一天学都没上过是吗 嗯 那就是你父母条件很差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呢 我小妹主播是哪一年呢 我是 小你一点点 小你一岁吧 不可能 不是不是 你没说实话 那你觉得我 我是多大了 你觉得我应该比你大 还是应该比你小呢 小 肯定小的 小的 小多少呢 不知道 嗯 那你为什么说 嗯 跟他分手了那么久 你还是总是想他呢 你问这个问题 你 为什么会分手呢 你刚才问这个问题 真的 问这个问题 真的 你是没经历过 你经历过 你就懂得 真的 真的 那我问你啊 这个女人是你的初恋吗 不是 那就是说 这个女人可能是从你出生到现在 这么几十年的时间里 可能陪你最久 你说什么 我出生到现在 什么 就是 这个女人 是你 从成年 就是满二十岁 到现在 现在不就快四十了吗 就将近这二十年的时间 我是八五年 八五年 八五年不就将近四十岁了吗 大哥 对啊 八五年不就三十九岁了吗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你从你二十岁到四十岁的年龄 这不就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了吗 对不对 从你成年到四十岁 这个女人是不是 这个女人是你谈的最久的一个恋爱 是吧 不是 哎呀 帮你分析分析 对 奔放上来连吗 对对对 对不对 由于她是谈的最久的一个女人 所以 所以你放不开吗 那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然后 那就是那什么吗 然后 想不开嘛 想不开 想不开能怎么办呢 她已经跟你分手了呀 对不对 想不开也得想开呀 真的无能为力了 然后 你说 真的 哎呀 从年轻 就那样 怎么怎么 然后 出来 然后就是 那样 我 我 上过那个特殊学生 什么学院 什么学院 什么意思 我 我是上过那个特殊 学院 就是上过学 上过那个特殊大学 能理解 不太懂 什么叫特殊大学 这里 然后 你是说 你被关过吗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就是进去过 是吧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阵阵暖流 你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哈喽 你好 嗯 你们俩稍等一会儿 你们俩把 鼻青兔兔刷了 好吧 就这个奔放和 阵阵暖流 咱们直播间 是刷 鼻青兔兔连麦啊 嗯 你说 这个小羊 是刷完的 你说吧 小羊 小羊你说 那那那 我今晚 那我先 我是 喝了多一点 啊 没事没事 你说话 你 你是 你是刷过礼物的 你说就行了 刷什么 你买 刷鼻青兔兔 我都搞不明白 刷什么 你买 嗯 嗯 嗯 你说呀 嗯 哦 哦 哦